因为冯季才的这一本书呢 它比较好懂 说好懂吧 好懂 但是你想要真的把这个故事完全看透 或者是引发更深层的思考的话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今天我大概讲六篇以后 余下的十来篇 你们抽一个礼拜的时间回家把它看完 下个礼拜来我就讲的时候 这个文本分析呢就会快一些 重点给大家讲这个文章读完以后 你的启发或者思考 或者是这些故事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理解 初中阶段的同学可能就是在考试里面遇到 俗时期人的选评的这个阅读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文章拿来考试啊 有一点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他其实本身有些故事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启发意义 没有太大的启发意义 就跟这个阿诚的遍地风流一样 他只是给你讲一个故事 并不是在于要去说教或者怎么样的 至于这个故事读出来什么东西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角度 或者是你脑子里面的一个知识构成 然后就一篇一篇的来 可能有些文章 可能有一些篇章在你们考试过程中遇到过 甚至是在课本里面遇到过 但是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 包括我以前在初中的班上给大家讲过 大概一两篇这个文章 那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我们再来读这个书的时候 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首先来看第一篇 第一篇 苏七快 苏七快 本身《俗世其人》这一套书呢 就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从 从他这个体力及鞋法上来看的话 非常类似于这个 明清时期的这种画本小说 他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存在的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能性 最主要是短啊 很短 他的语言就会很精炼 而且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不会讲天津话啊 我要是会讲天津话的话 我给你们讲这本书 我就用天津话讲了 那天津话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它是跟这个东北话 还有四川话一样 是一种自带喜感的一种语言 可惜我不会 最好的一个读法 应该是把这本书用天津的这种方言 把它读出来 感觉是最好的 所以你如果有认识这个天津的同学 或者朋友 你可以尝试着让他用地道天津话 帮你把这个故事给念出来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有一些作家 他本身用的这个语言的话 就是带有方言色彩的话 我们要去读他的时候 就尽量的去还原那种语言 比如说你读老舌的 读阿诚的 或者读王朔的 那都应该是非常地道的这种北京话 好 看这个文章吧 苏七块 我还有一个必须要介绍 就是这个 这个苏世奇人 他讲的这个故事的背景 和发生的这个位置呢 是比较集中的 时间大概是在 19世纪末 也就是清末时期 光绪年间吧 大概应该是光绪年间 然后呢 位置在天津 天津卫码头 那个地方 它本身就是这个 中国开的比较早的一个通商口岸 应该算是第一波开的一个通商口岸 然后 人口的话 是非常 就它人口构成是非常复杂的 本身就会有外资力量 这个 介入 然后还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啊 各种各样的因素 就夹杂在这个地方 就人就非常非常的杂 杂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称这种文化为码头文化 其实很多这种 就是带有港口的城市啊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存在 其实武汉也是有的 武汉也是有的 如果你把天津卫码头的这种码头文化 对应到武汉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像武汉的这个 汉征街 汉征街 龙王庙 就是从整个龙王庙到汉征街那一条 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汉口的那个江滩呢 从 从那个 准确说应该是从武圣路 一直顺着推到这个 正汉口江滩那一块 就大概一元路江汉路那一块 那一条的那个人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杂 非常非常杂 因为它本身是 从事这个小商品的一个贸易 那做生意呢 就是 四通八达的对吧 然后南来北往什么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这种文化 它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传奇性色彩的 它可能里面讲的很多东西 从那个 社会伦理道德啊 或者是法治观度 法治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它都会有一些 这种 接触到灰色地带的感觉 所以 正是这种 很复杂的文化 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兴趣 反正我 问过很多我的这个学生呢 就说 你们觉得这本书好不好读 我说这个好读指的是一个 可读性 以及它的这个易读性 就是 第一 读了有没有意思 第二 这个书你读不读得进去 那其实有很多就是 平常不太看书的同学 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 依然是会 很感兴趣 然后又用很快的速度 就把这本书给看完了 因为真的 它的语言表达 就是那种 非常的精炼 但是又好懂 虽然里面有一些那种 感觉是文白交杂的表达 但是它其实并不会给你的这个理解造成困难 嗯 现在在网上其实有很多这种素人作家 他们会去写一些这种古风小说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就是想要写出那种红楼梦 或者是西游记的那种感觉 但是写着写着就觉得 那些书实在看不下去啊 它里面有些用词是为了 为了达到那种仿古的感觉啊 去刻意的使用一些非常 啊 华丽的那种辞早去堆砌它 那看起来就很费劲 而真正的好的这种文章话 其实是不需要那种很高级的东西的啊 语言尽量的是贴合这个 啊 普通百姓的一个使用范围 所以这这本书里面 它有很多这个语言的话 就是天津的方言 读起来的话 你脑子里面大概要想象那个天津话 那个感觉 天津话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不会说 但是我收集了一些资料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啊 啊 呃 那个 我声音没有问题吧 好 就是天津话 它有一个比较 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卷舌啊 变平舌啊 你可以尝试啊 就是支吃师全部变成支支撕 然后呢啊 它的这个读音也是很奇怪啊 就是你只要是遇到了医生啊 遇到了医生 遇到了医 医生就啊啊啊的啊啊啊 你要变变四声 然后呢 这个如果是读到了三声啊 啊啊啊 就变什么呢 啊就变 二声 对啊就变二声啊 一变四啊 三变二啊 其实还有很多这种技巧 方言它本身就很难用 很难用这个 就是一个具体的这种法则去规定它 啊 但是这里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方法 大家可以去尝试着试一下 比如这个天津位 对吧 比如这个天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你看天津位啊 天 天是医生嘛 然后天我们就要把它变成这个四声 所以就会念天啊 天 然后金呢也是医生 医生你又把它变四声 就变成天竞 天竞啊 天竞 位就是四声 所以它应该是三个四声连读 然后呢 按照这个 我听来的感觉 就是天津人在念天经位的时候 他们会把这个金这个第二个字 这个四声变成一个 琴声就变成了天井位啊 天井位 就是这个就这个话 它突然一下就有这个天经的这种感觉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其实蛮好玩的 呃 但是介于这个东西做起来太复杂了 是吧 我要把整篇文章都按这种方法给你们去读的话 那我 那我就累死了啊 最好就找一个 认识一个天经的朋友 让他读给你听 苏西块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 小说呢 我们读的是小说啊 注意我们先读小说 读小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人物的名字 因为 只要是新鲜创作的小说 人物的名字绝对不是随便乱起的啊 张三以四随便来 他一定是这个名字有经过考虑的 不是说所有名字都经过考虑 但是有些名字呢 他的这个特征会比较明显 你比如说上来第一句话 这个人 他 他的职业是一个大夫啊 本名苏金散 你看一个大夫起这么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里面哪一个字是最带有 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字 散 散本身是什么东西啊 散它其实是中药啊 中成药的一种 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它 我看一下专业的解释啊 散 就有很多中药都以什么什么散啊 五十散 马浮散 是吧 以这些东西 以这个字为结尾 因为这个中成药的这个剂型之一啊 散本身就是这个中成药的剂型之一 然后这个金散呢 后来又去查一下这个资料吧 本来就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药 叫金黄散啊 金黄散啊 金黄散反正有这种药 也有黄金散啊 也有黄金散都有啊 这这两种都是中药啊 都是中药 一个是治这个难分辨的 一个是治这个跌打的 我觉得应该是金黄散 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人物起名的一个来源 因为他的这个药啊 他具有消肿止痛的一种功能啊 你看这里可以治第一大扭伤呢 而这个文章里面 他正好这个苏大夫呢 给人家治病的时候 他治的就是一个啊 第一大损伤 损伤的一个病 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 开索行医 正骨拿环 天津卫挂头牌 连洋人赛马 蛇够断腿 也来求他啊 就是外国人都来求他 你要知道 就这一段轻描淡写的 好像只是交代一个 大概的一个故事背景 民国初年的时候 那你得想一下 民国初年的时候 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这种 关系 其实是很紧张的 这个时候 外国人赛马的外国人 在中国赛马的外国人 断了腿 也来找他 可以看到这个人 他的地位其实很高的 他人高 刨长 手授有禁物 是开外 红唇号尘 某子赛登 这个赛呢 是 Den的意思啊 彼得过的意思 其实方言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说 这个赛什么赛什么 然后呢 这个下弯 一流 这个字念 一流 一流就是一小错 三氧须 进了油的 塞的乌黑正亮 乌黑正亮 这个话真的用天津话 念出来一定是特别带感 只是我不会 然后张口说话 声音打胸腔出来 带着丹田气 他说声音应该是 那种比较浑厚的 远近一样想 要是当年入班学习 保准是金绍山的冤家对头 金绍山是谁呢 好像是京剧的某一个 什么什么很有名的 一个楼派的一个创始人 我不听京剧 反正这个人就很厉害 就完了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苏大夫 如果去唱戏的话 他肯定比这个金绍山 还要厉害 也不是比他厉害 就是他的这个冤家对头 他手下动作 更是干净麻利快 逢到有人伤筋断骨 找他来 他呢 手指一触 隔皮戳肉 里头怎么回事 历时心灵眼亮 忽然双手 赛一对白鸟 上下翻飞 急如闪电 只听咔嚓咔嚓 你看这个 这个啊 我尽量的把 这些文章里面带有引号的 能发出声音的东西 用天津的这个 感觉跟你讲 咔嚓是一声 对吧 你把它变四声 插 当然这个插一般念情声了 插 插 念四个四声 咔嚓咔嚓 但是呢 你要把这个 卷舌变成 变成瓶舌 就变成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这个就是天津话了 然后呢 不等病人绝疼 断骨头就接上了 这块膏药上的甲板 病人回去自豪 倘若再来 一准是 巨大功 卸大 送大便来了 你们有没有读到 就是这个 开写了 开头图的这个第一片 就是代表了这个 俗世纪 整本书的一种语言表达的一个风格 它的这个四字短语 四字短语用了非常的多 读起来呢 就感觉怎么样 就是那么很脆的感觉啊 这个文章读起来 就是很脆 嘎嘣脆 然后呢 就是节奏感很强 读起来很爽快 人有了能耐 脾气准各色 这个词啥意思呢 就是特殊的意思啊 有念格色 也有念各色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念各色 更符合这个天津的这种方言 各色就是special 就是特别的意思啊 脾气 人与中国同 很特别 人只要有了能耐 脾气准各色 但是呢 就作为开篇的 第一个介绍的这个人物 就是我们这本书 讲俗世起人嘛 这个俗呢 我觉得它代表的就是一种 世俗啊 世俗 它不是低俗 不是庸俗 而是世俗 就是 它会很平常的存在于我们身边 然后我们身边看起来很平常的人 很有可能他又不是一般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那上来这个人物呢 他的最大的一个特殊技能就是他 看病啊 这个医术 特别高超 甚至高超到时候呢 你觉得 哎有点假吧 怎么可能给人家看这个 看病的时候 把这个手 手指头一碰他就知道 当然肯定里面是有夸大的成分 因为本身这些人物 他就是带有传奇色彩的 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书的时候 你就去想老师 这个东西不符合科学常识啊 不符合科学道理啊 你带这个态度去读这样的小说的话 那我就 就觉得很没有意思了 所以大家不用 太过这个这个 纠结啊 太过纠结 甚至带有一点传奇色彩 会让你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更好玩 呃 一开始讲的是 人有了能耐 脾气准各色 那有能耐的人会与众不同 这是开篇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其实在这本书读到很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宏地才还在另一篇文章写到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 呃 原句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了 大概是什么意思 就是能耐人 能耐人 大都死在 能耐上 啊 就这书很读出来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就是开篇 呃 觉得这个 读了以后就会很 很羡慕 甚至会会会去幻想 我也要成为一个这样有着特殊技能的人 但是读到后面的时候 突然这书里面 总感觉里面好像 有些奇人的下场并不太好 并不太好 因为这里面不是一本超级英雄故事集 它里面有些人物呢 到最后没有落的一个好下场 然后呢 他就做了这样一个 能耐人 他都死在自己的这个能耐上 啊 很有可能你做就栽在这个上面了 啊 所以这个书 读起来就让我改太很多 苏大夫有个各式的规矩 翻来乔并 无论贫富 新书 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 他才肯乔并 否则绝不搭理 啊 也就是看并先给钱 就是 看并先给钱 在今天 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这叫骂规矩啊 这个字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天津方言里面常用的一个高皮词汇 就是骂 逆所骂 逆所骂 就是你在说什么 逆齿 逆齿骂 你吃什么 逆脚骂 你叫什么名字 这叫骂规矩 骂就是什么的意思 他这个规矩 人家骂他 认钱不认人 就能耐就值七块 因故得个矮贬的绰号 叫做苏七块 所以呼应一下开头 开头你看 开头介绍是本名嘛 所以他本名苏金 这名字听起来很 很高大上的感觉 人家不喊 喊苏七块 你的名字里面 带有一个价钱 这个价钱说实话 你说它贵吧 它也不是特别贵 就算是很贵的话 你人这一辈子 跟着你的这个名字 就因为你定的这一次价格 叫这个七块 那其实里面就是带有贬义嘛 就大概意思就是 这个人也只有钱 你看他的名字里面都有钱 当面称他苏大夫 背后叫他苏七块 谁也不知道他的大名 苏金三了 那其实这一段里面 就有一个群体 是各位需要注意的 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读小说的时候 千万要关注那些 所谓的配角 就是路人群体 因为路人群体 很有可能在整个小说里面 存在的意义 是在指向整个社会 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群体 这个社会里面 它整体群体的人 这个素质 或者是这个态度是怎么样的 很能说明问题的 是吧 所以你看 当苏七块 定了这样一个规矩以后 大家都骂他 认钱不认人 能耐就是七块 这样的人在今天有没有呢 这样的人 其实我自己总结一下 这里面代表了两种人 第一种人叫什么呢 第一种人叫做这个道德绑架 或者我们称之为这个圣母 就是后面是个当话 是吧 圣母 他喜欢道德绑架 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 去用这个道德去 要求别人做什么 那你觉得这个 看病不应该这个样子 应该先看病后给钱 看不好就不给钱 那我不能因为他不这么做 我就去批判他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喜欢这个背后 议论人 当这两种人结合起来 那就非常可怕了 对吧 他喜欢说你坏话 而且他不当在里面说 经常就是 见里面是一套 完了以后 背着里面又是一套 这种人太可怕了 在今天有没有呢 很多的 今天这种人 其实大量的存在 有网络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这种键盘侠 其实键盘侠 键盘侠是 你想想看 键盘侠是不是相当于 是这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键盘侠了 为什么 首先键盘侠 他特喜欢 不得绑架给人 完了以后 键盘侠 他是不是背后议论人 他就是的 他就在网上议论 键盘侠在网上 发表的那一言论 你让他到现实生活中里面 就指着那个人的鼻子 对他说 你看他敢说吗 大部分是不敢说的 所以这个故事 就是读起来觉得 很清洁 虽然是这个民国初年 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时间 过了一百多年了 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 这些人好像还是那些人 只不过是混了样子而已 苏大夫打好 后打牌 那兄打牌 一日闲着 两位牌友来玩 三缺一 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 华大夫请来 凑上一桌 玩得正来时 忽然三轮车夫张四 闯进来 往门上一靠 右手拖着左胳膊 脑的挂躺汗 脖子周围的小挂 湿了一圈 哎呀 你看就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描写的技巧 就是什么呢 白描 基本上 你想要把一个故事写的精炼 白描是不能躲开的一个技巧 是不能躲开的一个技巧 为什么 你就是需要字很少嘛 然后又要写的很精准嘛 那就用白描嘛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张四 首先他的职业是车夫 这是一个关键信息 完了以后是吧 他的动作 就是右手拖着左胳膊走 你读这句话的时候 脑子里面真的会去想这个动作 甚至你可以自己尝试去做一下这个动作 你的右手拖着左胳膊走 然后往门上一靠 那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是这个左手受了伤嘛 脑子要躺汗 脖子周围的小挂 伤了一圈 一个人 一个受伤的一个 满头大汗 感觉很痛苦的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三轮车夫都是转一天 吃一天 哪哪都是七块银元 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 他干什么 在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环境 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环境是很差的 这是我从这一句话里面读出来的东西 但各位要注意 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个小说来反映社会现实 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在你们买了这本书的这个同学啊 在这个书的这个目录 就是迪业打开了一个序言 那序言很短 序言里面其实交代了 他就觉得这些奇人妙事 很有意思 他可能存在于这个 这个显耀上层 也更多的存在于市井民间 然后呢 他听过这些故事以后 觉得这些故事啊 如果不被记录下来的话 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他写这本书 完全就是为了记录 不为了说教 但有时候可能是顺带着 反映一下社会现实 但绝对不是这个小说的主要目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小说 当前小说来读的话 有没有研究价值呢 也是有的 他一定是有这种史学研究价值 当然这个 你把它当成那个 完全 呃 充分的一个一个证据 去反映当时社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 但是你可以从中窥探到 大概的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 你看三轮车夫放到今天来 看什么职业呢 那就是开出租车的 对吧 你就今天开出租车也好 还是这个开滴滴打车也好 你是一个司机 你今天的时候会让你赚一天吃一天吗 应该是不会的吧 应该是不会的吧 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有反映出来 那个时候人就是普通百姓的这个生活 其实还挺苦的 赚的钱只能够顾今天的生活 那你不会有长远的计划 啊 所以你这一辈子可能过的压力都会比较大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 你过了 你赚的钱只够你花今天的 那你就不会想的太长远 那你把今天就过好了 就也就可以了 获达的关也是一种啊 然后呢 他说先牵苏大夫过准环 说话是 啊啊啊啊叫疼 谁料苏大夫听赛 没听 听赛没听 是吧 就听了 还不如不听 听了好像没听一样 照样摸牌 看牌 算牌 算牌 打牌 就是这个读起来很有学奏感的 或血或忧 或精或装作不精 啊 这个或精或装作不精 太亮眼了 很漂亮的语言 真的很漂亮的语言 什么叫好的语言 这个就是好的语言 脑子全在排桌上 因为排友看不过去 使手 指指门外 苏大夫眼睛人不离牌 说几块 这错就表现了斩金截铁了 我觉得苏大夫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这个人 我们要说他负面的话 你可能说这个人是叫匠 叫匠 或者叫匠 死匠死匠的 匠 说人匠是这个匠吗 就是不撞弯 不变通 不是这个匠 不是这个匠 是哪个匠 好像是这个匠 我记得就是这个匠 说一个人很匠 这是一个口语 对对对对 北方言在这里 就只有是这个匠 形容这个爱钻尿尿尖 然后呢 不变通 不听人劝 不听人劝 这个人认死理了 这书七块就真的七块 人家没钱就不给他看病 而且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冷漠 但你要知道 其实就是我们列出来这些特点 他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都具有两面性的 一个人这样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这个人他很坚守自我 对吧 一个人说他走 你可以说他很有原则 你说他冷漠 可能是这个人 他比较淡定 所以你看 我负面的概括这三个词 我再给他搭配一组 正面的词语 就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坚定的人 然后呢 而且是一个 有原则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很淡定的人 怎么说都说得通 我想要把他说成一个坏人 比如说你这个人 真的是没良心 你身为一个大夫 对吧 医者人心 你门口有个人都已经痛苦成这个样子 你还打牌 看都不看他 是不是这三个点就出来了 但是我也反过来说 这个苏大夫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首先他作为一个医生 他有他自己的 这个行医的原则 那他不打破自己的原则 其实是在干什么 其实在维护整个职业的行业标准 完了以后他很淡定 淡定能看出他医术高超来 为什么能看出来 因为他其实就光听声音 可能光听这个人 疼痛的这个反应 他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人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伤势 是不是那种 需要让大家感觉到 很害怕 很担心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个怎么都说得通 整篇文章读完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文章 重点是强调后面这一条 他是一个好人 苏七块 绰号就表现了 攒定几点 但是起码这个文章 行文行到这里 你是看不出来 是倾向哪一边的 所以接着往后看 雅一华大夫 出名的心善 他推说去撒尿 离开排除 走到后运 钻出后门 绕到前街 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 悄悄招呼过来 打怀 摸出七块银人给了他 不等张四感激 转身打圆倒返回 进屋坐回排桌 若无其事的接着打牌 他这里又反映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 但是人们还是挺善良的 就起码这个华大夫 他就是很新善嘛 过一会儿 张四歪歪扭扭走进 我把七块银人 哗的往台子上一码 这下比暗铃还快 苏大夫已然 站在张四面前 玩起臼子 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 捏几下骨头 跟手 左拉右推 下顶上压 张四抽肩 缩紧闭眼 字牙 预备 重重挨几下 苏大夫却说了 接上了 你们知道这一段 写的最好的是什么吗 各位 大家看一下 我标出来这个句子 这个标黄的这一段句子 写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句子 真的写的特别好 应该是这篇文章里面 最亮的一句话 你们觉得是哪里好 你看就这么多东西 我跟你们讲 你们其实看的都会习惯性的去看 这个用词或者是这个句子 就是看这种很大的东西 那我今天教各位一个小技巧 就是看文章的时候 特别是看这种好文章的时候 你要细致到什么地方 细致到标点符号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句话 其实按照 那种中高考标点符号题目的 这种标点使用的 那个变习的那个选择题来看的话 它的标点符号使用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这样一长句话里面 它其实不止一个主语 它不止一个主语 这里面是有两个主语的 首先是苏大夫 他作为一个主体 做了一套动作 而且说了话 然后呢 其中还有一个主语 它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张四 张四 张四又是一个主语 张四又是一个主语 按理说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把它给断开 应该给它断开 然后呢 这个地方其实最准确的使用 应该是这里是句号 因为一个句子里面只能包含一套主卫兵 那主语变化的时候 句子要产生变化 我这里特地的 我注意了 有时候可能是想 老师你是不是给我发了个电子档啊 他这个打印就是有错误 是不是人家这个文档里面 没有给你把它变成句号 我现在手上我就拿着一本这个 就是出版出来 拿去卖的这个实体书 实体书里面真的就是一句话 一斗到底 而这个地方一斗到底 能写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整个一连串的这个动作 语言 每个人的这个行为 它是完整的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这是这个文端里面写的最漂亮的一个部分 很很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就写文章的时候 如果能细致到这种层面的话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一斗到底 你自己在读这一段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一口气要把它念完的感觉 你中间不会在这个地方有停顿 因为他这里想要 想要写出来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张三还没有 还没有回过神来 还没有开始疼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疼的准备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整个治疗就已经结束了 反映了这个苏大夫的医术的一个高超 所以这段真的写的我觉得很了不起 不能说脏话 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当下便涂上药膏 甲上甲板 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可服烟的这个药面子 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 苏大夫只说了句 这药我送了 便回到牌桌旁 所以呢 这个你躲到这里 你会觉得苏大夫呢 他多了一个行为 多了一个送药的一个行为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把前面总结出来 这个人物的这些特点里面 负面的这一块 把它给否掉了 把这个给他给否定掉了 所以把它变黑 因为他起码是善良的 他是善良的 这个人本身就有点与众不同 接下来的牌各有输赢 更是没完没了 直到点灯时分 肚子空着直觉 大家才散 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 授手拦住 华大夫留他有事 带那二位牌友走后 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礼 取出七块 往华大夫手心一放 在华大夫惊恶中说到 有句话还得跟你说 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 只是我立的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回带回去 琢磨三天三夜 到底也没琢磨到 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 但他打心眼里 佩服苏大夫这是这里这人 这个故事就完了 一个很值得 反复回味的一个故事 就是首先第一 这个故事 不完以后让我想到了 哪个故事了呢 让我想到了 我以前上课 就给你们讲过的 这个子宫书人的故事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对吧 这个鲁国规定 赎回人质 可以拿赏金 国家报销 子宫呢 有钱 他就是赎了一个人 赎完了以后呢 他就是说 我不要这个钱 孔子就批评他 你这个做的不对 为什么做的不对呢 因为你坏了规矩 孔子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是己所欲 勿强势于人 这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是 跟那个子宫书人啊 是有异曲同空之妙 只要你能听懂 子宫书人 那个故事你这里就完全可以理解 苏七块 他为什么 就是要定着他的规矩不变 因为规矩这个东西 坏了就坏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 就在这个故事的读完以后 给大家一些启发新的东西啊 像这一块的笔记 大家可以记一下 有一句话 其实写字文挺好用的 就是你的善良 必须 有点 锋芒 不然 等于零 反正翻译成中文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句话谁说的呢 爱莫生 爱莫生是谁 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 自己去研究一下 你的善良 必须有点锋芒 不然等于零 而这个锋芒啊 啥意思呢 就是不是说 哎老师我要行善 然后呢 我行善的时候 我给人家这个 这个这个 去山区之教是吧 或者给这个乞丐 给钱 我在行善的这个同时 我要特别的凶 我说 哎你们给我记住了啊 我对你好 不是因为什么什么 而是因为什么什么 你要这么凶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锋芒 我的理解是什么 我的理解就是 必须要坦诚 因为很多时候 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坦诚啊 他其实对他人来说 是一种伤害 我举个例子啊 你在日常生活中 有没有听过人 跟你开口讲话的时候 讲这个啊 我实话跟你说吧 巴拉巴拉 这是一个开头 我实话跟你说吧 一般来说 人家跟你说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想想看 后面的内容 是你喜欢听的 还是不喜欢听的 肯定是你不喜欢听的 对吧 然后还有的 如果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啊 我就 你会发现 这很多时候 人一坦诚 你接下来跟的内容 就是会给他人 带来伤害的东西 所以这个坦诚呢 它本身就会 让这个东西成 产生一种锋芒的感觉 这个锋芒 就是会给别人 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嘛 而善良 人在行圣的时候 必须要坦诚 这个坦诚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行这个圣的时候 你得把你的考虑告诉他 比如说这个 我自己一个月赚一千块钱 然后呢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乞丐 乞丐呢 他一个月哪有一千块钱呢 对吧 我看他很可怜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特别想要帮助他 哇 我特别想要这个 给他一百块钱 让他去买东西吃 但是 我一考虑到 我自己家里 上有老 下有小 我这个时候就有 有点为难啊 当他用非常可怜的 祈求的眼神 看着我的时候 我怎么去行善呢 我这个时候 要不要给钱他呢 是这个 自己强忍着这种 可能到来的一种 不确定的生活中的这种 风险 去掏了一百块钱给他 你每个月就一千块钱 你掏了十分之一 给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你甚至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骗子 然后为了完成这个 所谓的行善 去伤害自己 你这个是坦诚吗 这不是坦诚 对吧 真正的坦诚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 都非常困难了 你看他 找你要犯 你就应该告诉他 老哥 我也很惨 我实在是 很想帮你 但我真的真的 没有能力去帮你 虽然这个话 我会伤害你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种善良 他就是坦诚 如果说你 毫无原则 毫无底线的 去对别人好 对别人好的话 很有可能 最后伤害的是你自己 所以读完这个故事 我脑子里面 突然又想了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大家去看一下 叫被嫌弃的 松子的一生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一个日本电影 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第一次看 小时候看不懂 就觉得 哇 这女的太倒霉了 然后呢 长大一点 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的 她挺善良的 她为什么这么倒霉呢 为什么会觉得倒霉 就是这个女的 这个女主人公 她人真的特别善良 特别好 但是好像每一次 她都会遭受到非常 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我就会觉得 人为什么这么好 但是她这么 这么惨 那这个就只能归结为 她是一个倒霉的人 但再长大一点后 突然想明白了 就是当你进入这个社会 进入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被这个社会 给影响了以后 看到很多现实以后 你突然发现一个人 他自己所遭遇的 这些经历上的 其实是跟你自己的 这个善良与否 是有联系的 他不是 不是一个所谓的 天命或者运气在里面 就你为人处事的 一个方法 真的会影响到你自己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东西 所以这个被嫌弃的松子一生 他其实是一个悲剧 这个女主人公 他一直就是 无底线的善良 对别人好 所以 这个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 就人善被人欺 其实就各种被欺 各种被欺负 他的善良就是 完全没有锋芒 因为他不坦诚 他自己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自己可能会付出更多的 伤害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他也不告诉别人 那你不倒霉 谁倒霉呢 所以我们在 关这个文章以后 包括我给大家 讲完这些东西以后 我其实并不是 教你们去做一个 不善良的人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 而是我希望 各位的这个善良 还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底线 就是这个底线 那是起码在不伤害你自己 以及他人这个利益的前提下 去做了一个事情 那这里我又想到了 以前 以前那个 刚刚当老师这回 刚刚刚刚 这个培训老师这一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我比较闲 跟其他的这个 校区的这个 前辈比起来 我算是比较闲的 因为那个时候又没结婚 又没有小孩 每天就先没事干 那就热爱工作 就各种主动加班 然后有时候周末 有孩子他过来上课 上不了课 比如说这个家里有点事情 生病了 他请一夜课的假 但是呢 他又交了这个学费 交这个学费 我们当时公司的一个 制度就是说 这个交的学费呢 你没来上课 我就给你往后 往后话 反正就是 不会贪你的钱 但你想要退的话 好像是退不出来 但是呢 你可以接着 比如说多上几节课 所以有些家长呢 他就会给这个 老师提出要求 你看我上个礼拜 没来上课 老师你们能给我 单独补一节课啊 哇 真的好多家长 给我提这个要求 我一开始我全部答应 真的 全部无脑答应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你因为各种原因 你来上不了课 虽然是你的问题了 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 你想要补课 我就觉得那很好啊 好学 我作为老师 那我就应该教嘛 老师都喜欢 爱学习的孩子 所以我就经常 存储自己的这个 休息的时间 去给他们补课 但是呢 这个补了没多久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前辈 跑过来跟我说 你家西安 你不能这么做 你这么做是坏了规矩 因为你这里 就我们的统一说好了 没有补课这个标准 都不补课 虽然都不补课的 但是你因为你个人的 道德水准太高了 对吧 你相当于是提高了 我们所有人的 道德标准 那你补了课以后 那这个孩子 他要在我的班上上课 他只好有一个礼拜 没有来 他又要我上课 那我是上还是不上呢 对不对 如果我不上 他就会说 哎 你看那胡老师 他在给我补了课的 你凭什么不给我补啊 那问题就出现了嘛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 觉得这个 启发还是很多的 包括他所谈到的 这个 这个医生给病人 垫钱 这个事情 我后来很感兴趣 我真的对这个话题 很感兴趣 所以我要去搜了一些 相关的资料 我搜什么呢 我搜了这样一个词条 搜医生 垫钱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 就是医疗这一块的话 我不记得是哪一个 跟我说过 好像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 我们国家是 哪一个医生 给病人垫的钱 这个垫的这个钱 由医生个人负担 医院是不会 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哪个医生垫了 就医生自己来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 我搜索这个词条 我发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我点资讯 点资讯的话 他就是会按照 这个时间的先后 顺序来给你 展示搜索出来的词条 你会发现 最近一条是2019的 2月12号 然后再往前面看 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医生垫前 给病人治病的 这种新闻 17年很多 然后再往前面找 你就会发现 16年的也有 15年的也有 什么意思 就是你搜一个 资讯类的东西 搜出来的时间 是这个样子的 意思是 起码在近两年 近三年 就是2020年 大概近两年内 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少了 而这以前呢 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报道里面 这个描述 我先看这一篇 还有这一篇 还有一篇 这一篇 还有一篇 是 这一篇 我们都可以快速的 看一下这些报道 首先第一个 你看这个报道 是2015年的 准确说 应该是16年了 12月31号 他200为医生 超过六成 病人电过前 我其实当时 一看到这个 我一看到这个标题 我心里是有惊叹的 因为就我的预想 我觉得不应该 有这么多医生 愿意为病人电钱 但仔细一看呢 我突然发现 哦 其实他们是可以电的 为什么可以电 因为这里面讲了 他们电的很多啊 电的很多都是什么呢 就几块钱 几十块钱 一般是病人 钱没代购 借钱给他们是举手之劳 电付多 超过一万元 而且有好几粒 注意是有好几粒 你看这个语文 这个东西 真的很有意思 就这句话 有有好几粒 他换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而且只有几粒 只有几粒 但是由于这个报道 他的这个倾向性 是在告诉人们 现在社会 大家的道德标准都很高 所以他可能在这么写 但是我看到就是 啊 123位医生里面 给病人电医药费 超过一万元的 只有几位 这个其实就是正常了 正常的水平 啊 因为你 你不能 也不能说 就是要求所有的人 都跟苏七块 这样 就是一样是 这么守原则的 你说我们的社会里面 需不需要有 华大夫这样的人呢 也需要有 那也需要有 但是更好的 是什么 更好的就是 少量华大夫 配大量的这个苏七块 因为这个故事啊 你反过来想 如果 如果在 这个故事发展到 终端的时候 华大夫不在场 而正好跟 苏七块 打牌的那些人 他们又 不愿意借钱 那这个故事 会往一个 什么样的方向走 这个很值得 大家思考 是不是苏七块 的招牌 他以后就真的会砸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巧合 正好 华大夫在 然后呢 你看这个 有很多医生给 病人垫钱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受到帮助的123位 有102位 还借款 赚到了总数的 83% 你可能觉得 这个比例比较高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比例 其实很低 为什么 因为有 将近20%的人 是不还钱的 什么概念呢 20%的人 是不讲信用的 一个社会里面 20%的人 是不讲信用的 你仔细想想看 我跟你说 一个社会里面 有60%的人 是有着高道德标准的 你听起来 这其实没什么问题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正向的东西 但我反过来跟你说 一个社会有20%的人 他不守信用 你想想看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是一个报道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一个医生的心理化 电钱16年 16年 没人不还 这个就更早了 14年8月8号 反正我觉得 这个文章 是有点假的 是有点假的 你别说医生 电钱了 就朋友之间 借钱不还的 多了 区域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医生给病人 电钱视频走红 14年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14年的这种报道 特别多 而这种 这种舆论 就是大家看新闻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 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千万别 每天新闻给你 播什么 你就信什么 很多时候 他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 做一个舆论导向的 你说这个 医生给病人 电钱视频走红 网友怒赞 中国好医生 我不看后面的 具体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视频 我们思考一下 这样的视频 他应不应该走红 这样的视频 应不应该让网友怒赞 这网友得是 多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才会去怒赞 这样的医生 是中国好医生 因为这样在做的时候 本身就是对制度的 一种抵制 制度不完善 才需要人 人为的这个 这个善行去干 去去去记住啊 如果说制度够完善 你觉得需要医生 垫钱吗 对吧 如果真的有种条件 特别差的人 他真的是得了重病 真的需要去看病 而这个时候呢 医生坚守原则 不给他治病 就让这个人死掉吗 也不会啊 起码到今天啊 我后来在 我后来想 为什么这个新闻 到了近两年 到了近两年 比较少了 其实跟我们的社会 进步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 就是我们的医保制度 现在越来越健全 越来越完善 这是有关系的 真的 医保制度 越来越健全 越来越完善 医生需要 垫钱那种情况 就越来越少了 对吧 所以 有时候我自己 就是特别是 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民族自豪感 国家荣誉感 空前高强 就是因为 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 不是盲目的去吹 而是真的是 生活中的实际体验 就确实觉得 我们国家真的很了不起 完了以后 还有这篇 这篇很有意思 这篇 这篇 我觉得相对来说 是一个让我感觉到 非常真实的一个报道 他说医生 垫钱挨打 出了哪些问题 一系列的 他说 你看 湖南的李女士 因丈夫擅自拿走 存储里的一万块 发火 她气头上 灰其拳 就把老公打成熊猫眼 如果我们 仅仅停留在赞扬 这位医生善良 仅仅停留在这一世界 看出一起温馨的闹 来看的话 这位医生的熊猫眼 恐怕就真的白打了 这文章好像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公是谁 他老公是个 医生 他老公拿自己家里的钱 给病人 垫了医药费 垫了一万块 他老婆把他打了一顿 问这个男的 该不该打 该打 男真该打 你看 这个文章 他写的特别有意思 他说 第一个问题是法律问题 夫妻一方 是否有权 在不告知另一方的情况下 擅自处置夫妻的共同财产 在法律上 再分两种情况 当处置的目的是 用于日常生活需要时 任何一方均有权 对夫妻共同财产 单独进行处置 当处置的目的 不是用于日常生活需要时 你就干嘛 你做慈善去了 夫妻双方 必须通过平等协商 来取得一致的基础上 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置 他犯法了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问题 是制度或机制问题 当一名患者 面临支付医药费的困难时 难道只能寄希望于 他人的善良和帮助吗 如果没有遇到 这样一位善良的医生 这患者的医药费 又从何而来呢 你看就这个问题 你在读完苏七块以后 你自己问一下 对不对 很好玩的 讲的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放到今天来看 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要照顾出所有人 都能遇到善良且乐于助人者 也不是所有善良且乐于助人者 都有能力为陷入困境的人 解决所有的困难 所以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这个作者 这个新闻报道的作者 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有着新闻良知 有着记者良知的一个 一个从业者 他并不是盲目的去 鼓吹某些所谓的善行 而是真的有深入思考 这个东西的合理性 我虽然是讲得很慢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嫌 不要嫌我啰嗦 我觉得就是读文章 像特别像这种 很短的文章 你就把它读透一点 你获取的这个信息量 其实是 对你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读文章不求多 不求金 不求多 我们求金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这些观点 我已经讲完了 还有必须要给大家去 去解释一个小点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华大夫 琢磨三天三夜 到底也没琢磨 他苏大夫画里的深意 你们得思考一个问题 华大夫为什么琢磨了 三天三夜 他都没想着卖这个道理 知不知道为什么 作者在这个文章写作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严谨 华大夫为什么 三天三夜都想不明白 苏大夫的话里的深意是什么 因为华大夫傻嘛 不是因为华大夫傻 而是因为华大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家注意这里 这就是伏笔 华大夫是出名的心善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善良到完全没有底下 而且正好能力还不错的人 他其实是很难去理解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文章 其实我觉得写的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就是你说 就这个文章出现考试卷子里面 会考这么深层次的问题吗 他不会 有种被糟蹋的感觉 但是你自己在读的时候 起码你在我 我给你上个奖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思考的这个深度 那这样读文章就是非常好玩的了 好 刷子里 刷子里这篇也要细讲 刷子里已经被选到了 这个步编版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 这是一篇小学五年级的课文 很多同学 这个很多家长 他经常就问我是吧 因为我自己在我这个微信里面 发广告的时候 我现在上语文课嘛 其实没有明确的年级区分 除了一个做题系列的 就有一个中考语文 复习包以外 我其他的课程 基本上就是写作啊 读书啊 都是部分年级的 都是注意到高三可以混在一起上 甚至成年人都可以上 小学生也可以上 我班最小的六年级嘛 最大的有三十多岁的 然后呢 这个 有时候给他们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解释的也挺费劲的 就是说读书这个事情呢 你不要老想着 这个文章 它是适合 哪个年级的人看的 没有什么能看或者不能看 成年人就不能看童话故事吗 童话故事本来就给成年人看的 每个人 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有了不同的一个社会经验以后 他去读同样的文章 他读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影响 这些作者 他们在写这文章的时候 也没有说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是给小学生看的 或者中学生看的 有这样的文章 但这样的文章的话 怎么说呢 起码在我的课堂里面不会出现 我给大家挑的都是那种 真的都是可以 抛弃那个年龄的限制去读的东西 就这个文章 你别说他小学五年级 我可以给你把这个文章讲出 几年级的 也不知道是几年级 我觉得很多成年人 都不一定能想着明白的道理 这是一篇非常有心机的文章 刷子里 刷子里 你看刷子里 我以前就给你们讲过这篇文章 但是那个时候 我自己读 没有读出来里面 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 这故事其实挺简单的 首先看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 首一人靠的是手 手上必须得有绝活 绝活的吃坤 亮堂 站在大计中央 没能带的吃素 翻腌 靠边呆着 这个亮堂指的就是自信 人要有本事 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 他弟弟到的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 所以他讲了一下 这个地方的背景就是什么呢 靠本事生存 这个道理其实放到今天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是通用的呀 今天的社会虽然就是 怎么说呢 好像机会选择更多了 但是依然 他不会去拒绝有着真才实学 或者有着某种实力的人 你有实力的人 他会成为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安身立民之本 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唱天津码头 天津迷戏也懂戏 眼雕耳间 褒贬分明 戏上的好 下边叫好捧场 先见到皇上 不少明觉 便打天津 唱红唱子 大红大紫 可要是稀松平常 药奶没打 稀上砸了 下边准一些 混合道彩 起混合道彩 弄不好 茶碗摇篮上去 茶叶墨子 沾满细袍和胡须上 天下看 哪也没有天津倒好 较厉害 您别说不好 这一来也就能列出不少人来 所以整个这个部分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这个版本的这个书 我的第一篇是书七块 但其实你这样看了以后 你会觉得刷子里 其实放在地篇会更合适一些 它可以作为一个 整个苏世七人一本书的一个 总体嘛 就讲了这一块的人 都是各有各的本事 各行各业 全有几个本领起货的活神仙 各专流 迷人当 风筝位 机器王 刷子里等等 天津号把这种人的信 和他们拿手 创传的行当 连在一起的称呼 那我以后最后也就叫个语文胡 叫长了名字反正没有人知道 只有这个绰号 在码头上想当当的 和当当想 这个文字写的真的是漂亮 好 主角终于出场了 进入正午部分 刷子里是河北大街一家 营造厂的师傅 专干粉勺阿易行 别都不干 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 屋子里任麻 甭放 但坐着就在升天一本美 刷的漂亮 最别不叫绝的是 他 这句话是这个样子 我看一下 最叫人 我是读起来怪怪的 应该是 大家自己在 那个打音贼上面改一改 最 叫人 最叫人 最叫人叫绝的是 就最令人感到 很棒的是 他刷僵屎 就是刷这个 有期的时候 必穿一身黑 杠王活 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 别不信 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 只要身上有白点 白刷不要钱 倘若没这一本事 他不早成 饿成肝了 就是 读第二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 这些 有本事的人 他们其实各有各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共性了 我们把它定义为成功者 成功者其实一般都比较讲究原则 那是不是所有讲原则的人都一定能成功的 不一定 是不是成功者都是讲原则的人 也不一定 有些人他正是擅长于打破原则 打破常规 他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这个对面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 但这一篇里面这个人物 他又是一个感觉很有 很守规矩 很讲原则的人 而且定的这个规矩 很奇葩 你知道吗 他刷白漆 刷白漆 他非要穿一身黑 然后呢 只要身上有白点 就白刷不要钱 这个行为 就跟现在很多这个市面上卖东西 就是这个 卖东西 什么质量不好 不退 不换 差不多的意思 反正我干过这个事情 我给大家 那个初中生卖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的 中考语文复习包 1888块那套课 我说了到中考那天 考完了以后 分数出来了 你觉得不满意 我就退钱给你 是一样的 其实 我个人觉得 这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它是一种 营销的噱头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告诉你 我是有这个底气的 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所以 人他特别擅长 某项技能的时候 他其实是敢于让别人去 给他设置一些挑战 或者是完成一些这种 看起来非常不公平的 这种约定 当然就是对于这个 自己很不公平的这种约定 只是为了展现出 自己能力的这种强 但这是传说 人性也不会全性 就反正就今天嘛 我说有个人给你刷游戏 是吧 身上不沾一点游戏 你信吗 我觉得 我很难相信 我很难相信 就是大家可能见过装修的 那装修工人就刷游戏 哪怕他再注意 也难免身上会沾一点 你别说刷游戏了 就是你吃饭 对吧 你吃饭能够把这个身上的这个油 保证这个油完全不沾到衣服上面吗 也不会啊 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 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这一句其实很值得玩味 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 这个好理解 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 这个就更能体现出 这个人的极度自信 以及他记忆的高潮 行内的人不信 不是因为说这个没见过 而是因为什么 生气 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第一 如果他记忆真的有这么高潮 对自己是一种打击 第二 如果他声音 他的技能没有这么高潮 但是他利用这个 所谓的噱头 他博取了利益 我就会眼红 我会嫉妒他 所以这个 这个句子很值得玩味 一年的一天刷子里 收过徒弟叫曹小三 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 点言跟他屁股后面提东西 曹小三当然早就听出过 师父那时候绝活 一直半信半疑 这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着师父出去干活 因租界正能到给李善人 新造的洋房刷浆 到了那刷子里 跟谁管事的人一坦 才知道师父派头十足 照他的规矩 一天只刷一间屋子 这洋楼大小九间屋 得刷九天 我就是刷多少天 我说了算 我记得我原来 上历史课的时候啊 就是那个高中历史课 我不知道现在历史课本里面 还有没有那个词 叫做邪迹居奇 怎么打不出来 这个词啊 我不知道现在历史课本里面 还有没有这个词 我看一下我能搜出来 对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课本里面 应该有这个词 邪迹居奇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历史书里面说的是 这个外国的这个技工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技术 然后呢 仗着自己有这个技术 就叫做杠嘛 你要么多给点工资啊 要么就是多给点 这个好处啊 我才跟你做事 我反正是不会把 这个核心技术给你的 那读了这个天津威的 这个故事以后 我突然发现 怎么这里面 邪迹居奇的好像都是 都是本地人啊 就是我们的 这个国家好像也没有 历史书里面 说的那么那么的窝囊啊 就我们还是有 自己厉害的地方呢 特别是对外国人 你看这两篇里面 对外国人 他也是有一种 不抗的一个 情绪在里面的 所以读了就有一点 很痛快的感觉 干活前 他把随身带的一个 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 果然一身黑衣黑裤 一双黑布鞋 穿上这身黑 就晒根地上一桶白浆 脚上了劲 那这个文章里面 也没有讲 他的五官长什么样子 但这个是你脑子里面 大概这个人的形象 就出了 一黑一白 这个颜色 带来这种反达感 特别强 一间屋子 一个屋顶四面墙 先刷屋顶后刷墙 顶滞油漆难刷 占了稀稀溜溜粉将的板刷 往上一举 谁能一滴不掉 一滴准雕的身上 可刷子里 一举刷子就算没有战将 但刷子划过屋顶 历史 晕晕时时一道白 白的透亮 白的清爽 有人说这战将的手臂 悠然摆来 悠然摆去 好在伴着古典和琴音 每一摆刷 那常常的带将的毛刷 便在墙面 啪的清澈一响 极是好听 啪啪声里一道道江 衔接的天衣无缝 雪白的屏障 可是超二三最关心的 还是刷子里身上 到底有没有白点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读者很关心的 其实你说 要写多少他 这个刷浆的记忆高超 我们其实都知道了 我们不感兴趣 我们就感兴趣的点就是 他身上有没有落白点 刷子里干活还有规矩 每刷完一面墙 毕得在凳子上 坐一大会 抽带一烟 喝一碗茶 再刷下面墙 此刻超二三 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 拿目光仔细搜索 刷子里的全身 没面墙刷完 他搜索一边 居然连一芝麻大点的粉点 也没发现 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 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慰言 所以呢 这是相当于是初步验证 他的徒弟 一开始那种 有点怀疑 当然更多是崇拜 但是崇拜啊 崇拜一个人的时候 就特别害怕什么的 特别害怕看到这个人的缺点 因为他害怕自己 所崇拜的这个对象 这个形象就 人设就崩塌了 所以他很小心翼翼的 再去质疑他 再去扫描 他再去检查他 然后呢 确实没检查出来 可见这个刷子里 有没有两把刷子 那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那基本的这个 能耐是有的 但是真的就像 他说的那样 从来一点点错都没有嘛 这个故事不会这么无聊 可是当刷子里刷完 最后一面墙 坐下来 曹海桑给他点烟时 竟然瞧见刷子里 裤子上出现了一个白点 黄豆大小 黑中白比白中黑 更眨眼 完了师父路线了 他不是神香往日传说中 那如山般的形象 轰然倒去 但他怕师父难堪 不敢说 也不敢看 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曹海桑这个人物 也是蛮好玩的一个人 他其实挺善良 挺善良 但是呢 可能又是由于某些考虑 比较胆情 不敢指出别人的这个缺点 那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缺点 可防不住还要扫一眼 他就是不敢相信 他还在确认 到底师父行不行 这时候刷子里忽然吵他说话 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白点了吧 你以为师父的能耐有假 名气有诈是吧 傻小子你再仔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里手指捏着裤子 轻轻往上一提 那白点几颗没了 再松手白点又出现了 急了 他凑上脸用绳再瞧 那白点原来一个小洞 刚抽烟是不小心烧的 里面的白衬衫白衬裤 就在内裤 白内裤打小洞凑出来 看完就跟粉浆洛杉矶 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里看 曹野三发真发打的模样 笑着你认为 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 那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好好学本是吧 曹野三学徒头一天 见到听到学到 恐怕一辈子也未准明白了 曹野三也有点懵 曹野三到底学到了什么 就你得想一下 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其实乍看之下 觉得不难理解 但这句话呢 他值得关注的是 他的这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看这句话 重点全部就是 绕来绕去的 那他意思就是要 曹野三 当时基本功 是这个意思吧 但你注意他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点怪怪的 什么叫做 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 他在教育曹野三什么 他在教育曹野三一个事情 就是我给大家分点列出来 关于名气 有没有虚的 有 但我不是 这第一 所以当你听说一个名气很大的人物 需要你棒子打死 全部怀疑 不要 第三 不要关注别人的 文气 也不要 关注自己的文气 你需要关注 自己的实力 给大家稍微捋一下 就是他这段话里面 问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以为别人的名气 全是虚的 他这个人家 人家里面其实有默认指的是我 以及什么呢 以及是在天津卫码头 有很多这些有名气的人 你不要光天论虚名 感觉这个人很有名气 这个名气到底真假的呢 管了 真的假的 那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你在我这里学徒 你想要有所成就 你应该干的事情是 夯使你自己的基本功 那这些东西就会自动匹配 为什么 要特地的去强调 不要去 管别人的名气 而且说你在骗自己 那你在骗自己 这句话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 师傅特别担心 曹小三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担心 曹小三 相信了这个社会上 绝大部分所有人名气 都是虚的 他可能就会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呢 他可能也会往那种 就是追逐虚名那个方向去发展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学徒 他不懂嘛 进入这个行业 发现这个行业里面 所有人都在打着各种幌子 这要撞骗 忽悠 完了以后呢 那所有的名气都是虚的 那我以后也走这条路 这个真的 就是读到这里 我如果有在听这个课的 这个教育工作者啊 我觉得就有必要给大家呼吁一下 你如果是刚教书 或者各位同学 你们以后长大了 想要当老师 你如果是刚入这一行 虽然我有时候 我上课也在跟你们说 大家同学们报班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广告里面 各种名师 是吧 刚大学毕业就是名师 刚大学毕业就是名师 各种包装手段 全部都在这个铺天盖记着 忽悠你忽悠你忽悠你 那确实有些人 他确实也信忽悠 但完了以后 你得仔细想想 是不是所有这个名师都是忽悠呢 他不是啊 有没有真正厉害的名师呢 有 少 很少 而且他们的课一般很贵 一般很贵 完了以后 希望你不要 因为觉得大部分人都在忽悠 所以你自己加入这一行的时候 你也变得跟他们同流合污了 如果你能够把重点 关注到自己的实力提升上面来 那你总有一天会成为名师的 因为就是刷 刷长也好 教书也好 当医生也好 做什么事情 他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什么东西呢 离不开一个投入 其实这个故事 读完以后 我突然又想到了 一本书 叫做异类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拓展阅读 异类这本书 是这个叫 格拉 格拉德威尔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 格拉德威尔写的一本 这个 我其实很少看这样的书 这个书其实他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叫一个 是个成功学的书啊 是个成功学的一个书 我自己其实不爱看这种书 但是 好像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遇到这个书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 他提出了一个 一万小时定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叫一万小时定律 一万小时定律呢 很鸡汤的一句成功学的话 很多人对这句话有误解 就是什么 我做一个事情 只要我投入一万个小时 我就可以成功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甚至很多人 他这个做某件事情 他做了一万个小时 他依然没有成功 是不是 所有成功的 都是在一个事情上 做了一万小时呢 有很多他没做到一万小时 他也成功了 所以这个值得你们 仔细的去读一下 这个书里面 他做了这个一万小时 他其实包含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时间投入 他这个一万小时 是一个大概算出来 是一个平均值 有的人可能多一些 有的人可能少一些 这个当然就跟你自己的这个 天赋 以及努力的这个程度相关 时间投入 啥意思 你想做好一个事情 长时间的投入 肯定是必须的 具体多长 我不知道 就跟你们现在搞学习一样 对吧 你想要把一个科目给学好 你想学语文 你想学好 你这个报一期课 一期课里面听一半 睡一半 那肯定不行的 有很多人要在报班 当然这个就 又是大家要打下广告了 暑假班可以报了 大家可以报班 我希望带你们读书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读 你可能在一年里面 有一两个月 你跟着我读了一下 也觉得很开心 读书很受用 完了以后呢 这个中间不上课 不上课其实问题不大 你不上课最要命的是 你下课以后你又不自己去读书 那问题就出来了 你一年总是读一读停一停 读一读停一停 缺乏一个长期的思维习惯 那你在阅读这个板块 不会有本质上的提高 它只不过是你的爱好罢了 而很你看的是 对于我们现在大家要去参加 应试考试的同学来说 阅读它必须成为你的一个 类似于职业的东西 它不能成为你的爱好的 因为你是学这个科目 因为高考中考考的第一门科目 就是语文 它不是数学不是英语 它真的就是语文 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东西 引起注视 另一个是什么呢 是质量 你投入的质量如何 对吧 我花一万个小时 我花一万个小时 我完全是处于那种 精神游历的状态 没有用 但是如果说 我仔仔细细的 耐耐心心的 很精细的去 全身贯注的 读了一个小时 可能它的收获比你 读十个小时走量要好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我经常在讲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有时一篇文章 可以跟你老 就不停地讲 巴拉巴拉 讲好长时间 我今天两篇文章还没讲完 我都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两篇文章 加起来一共 两三天字不得了了 这个就是质量 你投入的质量 它其实跟那个时间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很反比的 这样越高 时间肯定就越短 当然能保证 高质量 长时间的一个 投入的话 那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个 专有概念叫做刻意训练 就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 你是带着目的性的 比如我今天就是要 搞定做题 那你就集中精力去做题 我今天就是为了 给各位来 带有这种思想 启发类的这种功能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 尽量多聊一些 一定是有刻意的 去做某件事情 专注到一个点上 所以呢 这个刷子里 刷子里如果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 成为这个异类 这本书里面的一个 案例来 来说 当然没有一个机会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刷子里这个人 他所说的这个 他刷墙 完全 不滴 一滴到身上 就是真的 放在今天来看 我作为一个外行 我作为一个装修的 一个外行人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 确实没有办法相信 我问这个各位 你们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这个世界上 有人可以刷墙的时候 真的做到 一滴都不滴到身上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文章 它有另一种读法 也是我觉得 这个作者可能 藏得更深的一个读法 这个读法是 你小学五年级的老师 绝对不会交给你的 绝对不会交给你的 那是什么呢 来注意 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有一个部分 写得很奇怪 哪个部分啊 刷子里刷墙 对吧 你就讲到刷墙就完了 其中有涉及到 它还有一个规矩 像他们这种人啊 定规矩 其实应该是一件 很神圣的事情 规矩定了就要守 但是呢 规矩不能乱定 也不能定太多 对吧 他就定太多 把自己给定死了 他还有个规矩 而且是独立成端 说明这个规矩呢 跟上面那个 就是身上穿黑衣服 没有白点 一样重要的一个规矩 刷完一面墙 必须要做很长时间 抽带烟 喝完茶 再刷下一面墙 然后你注意 这一段作者在写的时候 这一句话带过了 是由这个句子 起手的 讲他的规矩 完了以后带过 然后再讲曹小三的反应 曹小三那么仔细的检查 到最后还真发现了 他身上有一个白点 但是作者其实并没有 直接在这一段里面 就去讲 这个白点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 这个文章的另一种可能性是 刷子里在刷这面墙的时候 他裤子上出现了这个白点 他出现这个白点 真的就是 就是那个游戏 真的就是戏 他真的就失败了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 到最后 这刷子里 白点就没了 白点又出现 你们仔细想一下 为什么 对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假设前面 他真的就是7 他真的就失败了 然后刷子里 用他高超的记忆 用他 他肯定是在手法上 有一些与众不同 有过人之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 这个什么抽烟 是不小心烧的 他这里是 故意烧的 掩盖 拆 很有可能是这个 真的很有可能是这个 你别说 很多小学生 他读的出来这一点 但是他跟他老师说 老师 我觉得他裤子上的点 裤子上的动物 是他自己蹚的 因为他自己滴上去了 他蹚了一下 老师会说什么 不准胡思乱想 这个叫什么 胡思乱想 这真的我觉得是 极有可能是 这个文章最真实的 一种可能性 因为他更符合 我们的常识 更符合我们的认知 对吧 谁刷墙 不低点东西呢 刷子里 那完了以后 可能你在想 哇老师 刷子里 如果按这种解释的话 这个人太卑鄙无耻了 不 这不叫卑鄙无耻 你要知道 这也是他能力的一种体现 这个 真的就是属于 能力的一种体现了 我们会认为 这样的人 他是叫什么 就是 狭不掩瑜 因为起码在 他现在做的这个 就是整个状态下 他做的这个活 他这个技能 已经算是非常高潮了 他整个九面墙刷下来 就低了一点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我们就要因为 他犯的这一个错误 去否定掉 他整个人的记忆吗 不应该啊 所以是狭不掩瑜的 而且正好能够写出 这个人 他真的 很厉害 是吧 如果说 按照这种解读来看的话 你会觉得刷子里 就是比你之前读的 那个刷子里 更厉害一些了 这个人 他不仅仅是记忆搞 而且好像还很聪明 还很聪明 那什么叫熟视奇人呢 这样的人才能 算得上是奇人 你知道吗 啊 我觉得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 按照老版本的理解 老版本的理解 那个刷子里 老版本的 老版本 刷子里是什么呀 是一个 是个匠人 我可以称之为匠人 他是一个 记忆高超的工匠 但是新版本的解读 他才能称为奇 这种传奇色彩就增加了 这个书特别好看 真的特别好看 你要把书看到这个层面 你会觉得 哇 读书原来真的好有意思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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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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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他这个出门 话天说 这些是他有那种 主观意识上放大自己这种 罪态的感觉 他可能可以走稳 但是他故意呢就借着这个酒精 然后想要把这个布子卖的更加的 这个大一点 豪方一点 其实这个里面反映了这个人呢 就是酒婆也好 还有其他人也好 他们的一种特点就是什么呢 他们麻木 他们对于这种社会底层生活的麻木 让他不得不去放纵 越麻木自己 越能够减轻痛苦 每天这么辛苦 这么累 压力这么大 我喝醉的这一瞬间 我就让这个醉的这个感觉 来的再猛一些 这种自我麻木 其实读起来很让人心酸 所以呢 突然一下这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可能它象征的就是这个 包括这个车来车往 象征的是什么 象征就是这种 现实残酷的社会 残酷的现实 生活 生活的现实生活 就是人他罪归罪 但是当你要面临那些很现实的问题的时候 你该清醒还是得清醒 这读起来 挺悲伤 他天天这样 从无闪失 首山街上人家最爱乔 酒婆这醉醺醺醺的几步 你为什么 首山街上的人家 首山街是什么样的街 注意 首山街那家小酒馆 算得上顶末尾的一等 那合着就是这条街 其实应该也 也是一个下等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那下等人聚集的地方 最爱乔酒婆 他最寻寻的几步 就说明 首山街上的这些下等人 下等人 都有自我麻木的 想法 都想要做麻木 只不过是这个度 它是麻木的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你看前面那些喝酒 好像没有那么醉的人 他们其实就清楚 我就是再麻木 也没有用 我就是能快活一点 试一点 但是我没必要让自己完全 就是 放浪行骸到这个地步 所以大家其实都挺惨的 然后呢 他们自己办不到 就干嘛呢 就看别人嘛 因为别人做到了 自己想做 但是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其实也会开心的 最爱乔 最佛是最熏熏的几步 扭上摆下摇 左歪右斜 幽幽旋转 乐陶陶 看似风柏 荷叶一般 逢到雨天 雨点 银声 便在一场 慢慢旋动大伞了 但是为了酒婆 一到路口 就醉一全消呢 是因为炮打灯 就这么一点镜头 还是酒婆 有超人的能耐 说醉就醉 说醒就醒 很明显 这两个 作者给你提 这两个信息里面 这个是更符合 现实常理的 因为你要知道 读的这个小说 它不是科幻小说 也不是玄幻小说 也不是神话小说 它其实还是建立在一个 有基本史实的一个 背景上的一个小说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更倾向于那种 能符合科学常识 就符合科学常识嘛 酒的诀窍 还是在酒缸里 老板人间 网纠缠 说了 是这个原因嘛 酒鬼们对眼睛里的世界 一片模糊 对肚子里的酒 却一清二楚 但谁也不肯把这层子捅破 喝美了也就算了 麻木 麻木 不然吧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些人呢 跟鲁迅笔下 常写的那些中国人 形象就匹配上了 对吧 就是 就在黑夜中沉默不语的 那些人们 他们其实很 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是呢 就是不愿意醒过来 装睡嘛 老板缺德 毕得报应 人尽六十 梅尔美女 八成要九厚 可一日老板娘 爱酸爱辣 爱吃酸的和辣的了 居然有洗了 老板给佛一扣头 是动了良心 发誓今后做老实 老实做人 诚实卖酒 再不往酒里 掺水掺假了 他这个突然一下 两心发现了 就是这日 九婆来到这家小酒馆 进门 照例还是掏出包来 层层打开 花钱买酒 举手杨博 把改假为之呢 炮打灯 倒进肚里 真货就有真货色 这次九婆还没出 人就转眼又起来了 这会是真醉了 因为终于喝到真酒了 一个喝假酒 你试想吧 一个喝假酒 如果都能醉成那个鬼样子的人 他喝了真酒或是怎么样 那已经是醉得更吓人了 所以他这一下 他的酒量其实是不行的 而且既然他一路上摇晃的 分外好看 为什么分外好看呢 因为是真咬了 因为是真咬 上身左摇 下身右摇 欲转欲击 初时赛风中的大风鸟 后来竟赛一个黑黑的大漩涡 手上街的人看得惊奇 为什么看得惊奇呢 以前是喜欢看 现在看得惊奇啊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真实的醉酒 也看得纳闷 奇怪 他今天怎么醉得有点不一样 不等多下酒会一道路口 竟然没有酒品 破天荒 头一遭转移到大马路上 下边的惨事就不用提了 不是重点 很明显被车撞死了嘛 至此酒婆在这条街上就绝了计 小酒馆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他来 说他才是真正构格的酒鬼 他喝酒了不要命了 喝酒不救菜 照例一饮而尽 不贪解馋 只求酒尽 在酒馆既不多事 也无闲话 交钱喝酒 喝完就走 从来没受过账 真正的酒鬼都是自得其乐 不搅和别人 其实 我觉得这些旁观者 他们非常的怎么说呢 冷血 我读出来是冷血 大家在念叨起他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酒鬼 我觉得多多少少 带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语气 在里面你知道吗 有一种调侃 有一种幸灾乐乎 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幸亏不是我 你看我们这人喝酒 还算清醒的 喝成他那个样子 算了 老板听着忽然想到 酒婆出世那日 不真是自己不忘酒里 真假的那天吗 原来霍根 竟在自己身上 他变别扭开了 心想这人间的道理 真是说不清 道不明了呀 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 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 确实有很多事情 说不清道不明 到底骗人不对 还是诚实不对 不然为骂几十年 拿假酒骗人 却相安无事 喝得挺美 可一旦认真起来 反倒毁了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的 简直是拷问灵魂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骗还是不骗呢 骗人对了吗 不骗人就一定错了吗 对吧 这说到底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我们硬要给这个酒婆的死去找原因的话 你会发现她的 她死因有很多 不是一个单方面酒的原因 有她自身的一个原因 有这个老板的原因 有没有旁观者的原因 旁观者也有原因 旁观者看到她就那么醉到大马路了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出来提醒一下吗 但都有原因 所有人都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乱世之中 选择了明哲宝生 选择了麻木不仁 选择了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所以这个最终就酿成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消亡 也许这个生命它在整个历史长河里面 死了这么一个 感觉是吓的人里面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他不会对我们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 但是 这就会很让人难顾 会让人很难顾 而且你看 他这个文章写到最后 作者想要去讽刺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刻意的想讽刺什么 他其实就反映了一个 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 就是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人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硬要讽刺的话 你注意 这篇小说其实我觉得最最吸引我的点是什么 吸引我的点其实还是上来开头 就这个 就这一句话 而且是这句话里面的这个词和这个词 手善结 是结的名字下起的吗 不是的呀 它对应的就是老板 老板的手善 老板第一次做山式 老板第一次做做个人式 第一次不骗人了 这个叫手善 很令人感慨 第一次不骗人 他居然就搞出人命来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顶末尾 手善结 顶末尾 这个顶末尾可能根据前一句话 你判断是这个代表的人格 但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他这个里面这种手和尾呀 第一件和最后一件 最高等和最低等 他这种对应的关系 读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文章很值得你 反复的去品味 反复的品味 很好的一篇文章 读完以后心里会有点堵得慌 那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其实可能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评判标准 我觉得这本书表面好像是在讲那些故事 作者可能隐含的更深的 他也想跟我们去探讨一下关于人性的问题 关于人性的问题 但他不会说掉 他不会告诉你 这样就是对的 这样就是错的 他不做评价 故事讲完了 人就走了 这故事你就自己评 好 再往后面 死鸟 死鸟 天津卫的人号戏谑 故而人多有外号 有人外号当面脚 有人外号只能背后说 这样当外号怎么来的 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 但故事的故事不同 有的故事可以随便当笑话说 有的故事 人却不能乱讲 比如贺贺到台 这个各色的雅号 死鸟 各色很特殊的一个雅号 这就是反讽了 这就是讽刺 这也是标准的讽刺 为什么 因为玩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贺到台 相貌普通 赛个猪仔 但正人不露相 能耐暗中藏 他的能耐有两样 一是伺候头 一是伺候鸟 就是他会拍马屁和养鸟 伺候上司的事 伺候上司的事 是挺特别的一宫 整天跟在上司屁股后边 跟慢跟紧 全都不成 跟得太慢 遇事上不去 叫上司着急 跟得太紧 弄不好一脚踩上司的脚跟上 反而惹脑了上司 而且光是这条小狗 跟在后边也不沉 还得善于茶言观色 摸头上司脾气 知道骂时候该说骂 骂时候不该说骂 癌讯是扶手贴耳 骂时点头称是 这段写的这个狗越可爱 其实这个讽刺意味更强 可见马屁金这种东西 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形 而消亡的 在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 太多了 对吧 你们大学学生会里面的领导 都这样的吗 班上的这个班干部 当然不是所有的班干部都这样 现在的班干部 很多真的很棒 反正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 我们班的班长 副班长 全是狗腿子 全是狗腿子 上大学那会儿 学生会那些什么 武席啊 副主席 每天争来争去的 就为了几个奖学金 全是狗腿子 然后呢 上班以后 公司里面有狗腿子 太多了 为什么辞职啊 狗腿子太多 所以我辞职 这个是我辞职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因为我这个人 干不来这个事 我真干不来 那我拍马屁 我现在拍拍谁的马屁 拍拍各位同学 拍各位家长的马屁 但你要我硬拍 我也拍不了 各位同学 你们真是有眼光啊 能上我的课 但我再往后面说 我编不下去了 你爱抱抱 不爱抱穿了 反正课就这么好 你爱听不听 上司骂人不准 是你的不是 有时不过是 上司发包威和 叔叔戏罢了 你要是耐不住性子 皱眉别嘴 露出烦恼 那就要上司记住了 从此官不是越足越大 而是欲足越小 这种不是人干的事 喝到的 却得心应手 做的从容自然 他这个写法 我觉得就很漂亮 你知道吗 他没有直接写贺道台 是怎么样 怎么样 他好像现在写一个第三方 在写一类人 因为他想说的是 讽刺的是一类人 完了以后 一句话就解决了 贺道台就是这种人 一般人办不到 贺道台就办到 那这个人的形象就突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人说贺道台 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 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西罗 一条顺毛驴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对吗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这个其实是个骂人的话 讲什么 讲那个人比较闷 比较闷 然后呢 什么事情都憋着 比较懦弱 心里有话 不敢说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说完他刺货头 再说他刺货鸟 哇 这个文章厉害的 就是中间这个过渡端 你知道吗 这个过渡端 讲的什么 就是 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 讲的就是 这个头指的是那种 接收马屁的人 就是 你拍马屁 有的领导他喜欢拍 有的领导他不喜欢 别人拍他马屁 他这里讲的头是属于那种 就是喜欢别人拍他马屁的人 然后呢 他写的这个头 完了以后 再说他刺货鸟 其实有一种感觉是什么的 这个头跟那个鸟 应该是 好像是同类的感觉 这个人鸟 人鸟不分 人兽不分 人跟禽兽是差不多的 这个和刺货鸟 当然鸟是家禽 这个禽类 刺货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 别别把鸟关在笼子里 放点米跟虫 加点水 就能又蹦又跳 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 差一点就闭眼 枪 枪毛 枪毛 枪就是反过来的意思 就不顺 这个闭眼枪毛 形容就是个鸟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 然后是这个 毛都张开 然后呢 身上毛就杂乱的感觉 大了翅膀 一只鸟有一只鸟 心子不依着他 就不唱不叫 动也不动 活得再死得差不多 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 他对鸟们的事全懂 无论骂鸟 今天他上小胖手一摆弄 毛鲜亮活不乱跳 嗓子咯咯咯 晒过天府茶园里 那个唱辣子的一毛蛋 唱辣子应该就是那个 你可以理解为 他就是今天的这个 广场舞的一种啊 只不过是村子里面的广场舞 然后呢 过年立下转天在长座 长官做事的一位林先生 打江苏长州老家 歇驾回来 带给他一次八哥 八哥大渡员 各大渡员 腿出爪印 通声乌黑 嘴儿金黄 叫起来 站在大街上 也听得清清楚楚 其实你看 就是福音财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不管是描写人 还是描写动物 还是描写事物 他其实经常用那种四字转语 大家如果想要训练自己的 这个写作精炼的这个水平的话 可以尝试去 有意识的练一练 比如写你妈的时候 这个 这个写你爸的时候 写你自己的时候 写人物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在人物描写的时候 就把字数限制在四字短语里面 一个简单的一个冰语 配一个形容词 单个字单个字使用 这个非常练拿 就是非常练你的这个 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林先生笑的 就学说话还差点 总不好好学 怎么教也不会 可是有识不留神的话 却给他学去了 不过 您手里一条例 保证也有出息 贺导台也笑了 说到过三个月 我教他能说快版书 这林先生也感觉 这个马屁精 然后这八个 好比练马意识 极难驯服 读到这里 我就感觉 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喝了他用尽法子 叫他也学会 喝了他骂了一句笨鸟 第二天他却叫了一天笨鸟 叫他停嘴 他偏不停 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 无调也没法睡 喝了他用罩子把笼子 严严实实的 罩了多半天 他才不叫 到了傍晚 太太能把他闷死 叫丫鬟 把罩子摘去 他一路面进去 太太说 太太起飞子了吧 把太太吓了一跳 再想一想 这不是前几天 老爷对他说的话吗 不留神经 给他学去了 逗得太太哥哥笑半天 带喝到他回来 对老爷说了 没等他叫去巴 再说一遍 巴克对自己又说 自己又说 太太起飞子了吧 所以这个鸟呢 就很不听话 你教他什么 他不学 不教他什么 他全学了 喝到他给逗得 咧嘴直笑 还说这东西 连神也学我 太太说 没想到这坏东西 你这么聪明 自此 贺台奋外仔细 照料他日子一场 他到了学会几句 什么 给大人请安 给您坐上座 请您坐上座 您走好了 之类之类的话 只是不好说 可是他抽冷子 蹦出几句老爷 太太平时说的 起飞子那类的话 反倒把客人都大笑 直到 笑得前仰后合 致富大人说 贺大人 从他身上就知道 您有多聪明了 致富大人也是马屁精 贺到台 得意这鸟 更得意自己 这话暂且暗下不提 九月九那天 东城外的玉皇阁攒九 金门百姓 道理都去登阁 俗称九九登高 此时天高气爽 登高以往 心头舒上 快累皆无 这天直立总督 荣禄也来到 玉禄 玉禄也来到了 玉皇阁 不是荣禄 是玉禄 玉禄 你看这名字 看这名字 其实我觉得这个官员 他代表这种什么 代表一种 这种很高的一个 氛围的感觉 性质非常好 是那右窄右斗的 楼梯一口 即使爬到顶上的心虚格 随同来文武官员 跑前跑 我们的高兴 赫大台自然也在其中 他指着三叉和口上的 往来翻译 说一些提性质话 只叫玉禄大人 心头赛开了话 从隔上下来 赫大台便说 自己的家就在不远 希望大人 赏年 到大家去坐坐 玉大人 平日绝不肯 屈尊到属下家中做客 但今日性质高 竟答应了 赫大台的轿子 便在前面开道 其余官员跟随左右 骑龙家伙一般去了 赫大台的八个笼子 就挂在客厅窗前 玉大人 一进门 他就叫给大人请安 声音嘹亮 一直送进玉禄的耳朵里 哇 玉大人愈发高兴高洒 说到这东西 竟然比人还零 赫大台应声面说 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 平时怎么叫他说 他都不肯说 但 这你看他拍马屁 都是一种自然行为了 就是很自然的就出来了 但端茶上来 八个忽然叫 这茶是明前茶 明前茶 清明节之前的茶 玉大人一针扭头 在笼子里的八个说 这是你的错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哪还有什么明前茶 上次打去 下次 下次时笑 笑声灌满客厅 并一起山笑八个是个傻子 其实在暗示要出事情了 要出事情了 然后呢 这个 赫大台说 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 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 这东西总是时不时 蹦过来一句 不知哪儿的话 这幅笑道 还不是平日里说者 无意听着有心 想必 贺大人总喝好茶 他把茶名全记住了 玉露笑道 有什么好茶 也请玉露 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 但八个听到了 玉露两个字 忽然翅膀一抖 跟着全身黑毛 全日方起来 好赛发怒 声音又高又亮的 叫道 玉露那王八蛋 是吧 因为玉露相当于是 触及到了这个 这个八个脑子里面的 这个词库的 关键的词啊 就好像有个搜索功能 八个为什么会学人讲话 我也不知道 他肯定是脑子里面 听到了某些这个声音 这个词汇呢 这个发音 他就存下来了 然后呢 听到这个玉露 他就条件反射一般 就完了 玉露那王八蛋 满天的人全争住 其实这一句 众人全听到了 就在惊呆的那一刻 这八个又说了一遍 玉露那王八蛋 说的又清楚又干脆 玉露呼的手一甩 把桌上的插完 全抽在地上 怒喝一声 太放肆了 喝了他慌忙 趴在地上 声音抖得快听不见 声音抖得快听不见 这个叫抖音 想到八个字这句话 正是他每天 在一路那里 受了不断气 以后回来说 其实读到这里 我才就解决 我心里的一个大疑问 什么大疑问 就我前面读 哇这个 这个喝到台 真的这么能耐吗 我觉得像这种 马屁精啊 受了气的这种气包子 他如果不去 发泄自己内心的情感 的话很容易变态的 难道他心里 这么强大吗 原来他也是要发泄 他发泄了 回来还是 在背后去骂领导啊 然后怎么偏偏 给他还可以记住 这不正是要 他密码他浑身气的 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 一路和众官员已经离去 只他一个人 还趴在坑地上 突然跳起来 朝八个重去 一边吼着 你毁了我 死了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 用力太大 笼子扯三 鸟飞出来 一把没有抓住 这个鸟获得自由了 这鸟获得自由了 很关键的一个信息 你知道吗 这八个穿窗飞出 落在树上 居然把喝到台 刚刚说的这话 学会了 朝他叫到死鸟 赫的台叫仆人们 用杆子打 用砖的砍 爬上树桩 八个在树柄上 来回蹦了一会儿 还不注意到死鸟 死鸟 最后才挥斥飞去 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这次赫的台就得了 死鸟的外号 而且人们传着外号的时候 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看起来其实像一个笑话 但是呢 你仔细想 这个笑话 很值得令我们生死 就为什么 大家最后会喊 这个赫的台叫死鸟 为什么给他起这个绰号 因为死鸟和赫道台 就是这个八哥和这个赫台啊 他们本质上是有一些 这个相似之处的 相似之处 什么相似之处呢 就是俩赫道台拍马屁 不开心吧 你不开心的情况下 去说一些违背自己 这个初衷 甚至违背自己良心的一些话 很难受吧 死鸟不也一样吗 死鸟 它本身有它自己的天性 人有人的天性 动物有动物的天性 人把这个赫道台 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在死鸟身上 逼着死鸟 去说一些自己 言不由衷的话 就跟那些官员 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 逼着赫道台去拍马屁 说言不由衷的话 是一样的 所以这篇文章 给赫道台 最后安排的一个结局是 让它拥有死鸟这个称号 其实是 很有用心的 很有用心 它不是就是 大家笑完笑完以后 随便就叫了一个死鸟 去嘲笑它 没有那么简单的 它其实在讲这个鸟 和这个人的一个 共同之处 这是这篇文章 埋得很深的一个点 然后呢 还可以看一篇 对 还可以看一篇 六篇 应该可以读个五篇 因为接下来这篇很短 还来个五分钟吧 张大力 张大力原名叫张金碧 这名字感觉 金碧和大力 都是很重的感觉 但是怎么就是这个 差别就是读起来 感觉这么大呢 金门一元 啾啾五福 身强力蛮 身大没边 故城大力 金门的老少爷们 喜欢他 佩服他 夸他 但天津人 有自己夸人的方法 张大力就有这么一件事 当时无人不晓 现在没人知道 因此写在下面 所以你们注意 这个文章一开始 就已经默认了一个条件 就是金门的老少爷们 都喜欢这样的人 很很纯爷们的感觉 所以就如果你不读这句话 你整个故事读完 你会觉得 这些人好无耻啊 怎么都在捉弄他 其实并没有捉弄他 这是大家赞美他的一种方式 这个在这个作者眼里 看来也是一个 很奇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这种男儿气概啊 这种纯爷们的这种 气质是 现代的小孩子们 你们新一代男孩子们 你们要学习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整个社会的审美 好像是偏 偏东西一种感觉 不是说这个性别上歧视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 应该有他的阳刚之气 应该有阳刚之气 你看现在那些 特别是以流量明星为代表 为什么以他们为代表 不是因为他们优秀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 就是占据了很多 我们的流量 当你打开电视 打开网络 那些人他总会 蹦到你眼睛来 我不想看他 他也会蹦到我眼睛来 就是逼我看他 你逼我看 能不能 就是接受我的意见 是吧 我想要看一些 更加符合这个 本性特点的东西 这个 侯家后是个地名 侯家后是天丁一个地名 侯家后一家卖食材的店铺 叫聚合城 听起来这个名字 听起来很现代的感觉 大门口放一把 死城死神的青石大锁 锁吧也是石头的 锁上刻一行字 翻举起 死锁者赏银百两 聚合城设着石锁 无非为了证明 他的实料都是 坚实耐用的好料 可是大石锁 料在这 没人举起过 甚至没人叫他稍稍动一动 您说他有毒中 好在他跟地窍连着 除非把地面也举到头上去 一天张大力来的侯家后 看得见这把锁 也看见上面的字 便俯下身子 使手问一问 轻尽遗憾 竟然摇动起来 而且在摇一个竹篮子 这就招了许多人武将来看 只见他手握锁吧 锁吧 腰翼挺近 大石锁就被他轻易的举到空中 胳膊笔直不弯 脸上笑容满面 好再举着一大划 众人叫好呼好喊好 叫好呼好喊好 有没有写出一种人多的感觉啊 如果就是众人叫好 很简单 众人叫好呼好喊好 好像眼睛里面蹦出来三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张大力举了石锁 也不撂下来 只等着聚合成的伙计老板全出来 看清楚了 才将石锁放回原地 老板上来笑嘻嘻的说 原来张老师来了 快请到里头坐坐喝杯茶 张大力听了 正知道老板 您别跟我弄这套你的石锁账 写着嘛 谁举起来 赏一百两 您就快把钱拿来 我还忙着呢 谁料 聚合成的老板并不理会张大力的话 但张大力说完 他不紧不慢说了 张老师 您瞧见石锁上面的字了 可石锁底下还有一行字 您瞧见了吗 张大力真了 刚才只顾高兴 根本没瞧见 锁下面还有字 不但他没瞧见 旁人都没瞧见 张大力脑筋一转 心想别的老板唬他 不想给钱 以为他使过一次镜 二次再举不起来了 于是上去一把 又将石锁高高举到头顶上 哇 这个就二次强化 这个人的能力之强 可谈眼一看 石锁下面还真有一行字 竟然写着 为张大力举起来 不算 把这石锁上面和下面的字 连起来 就是凡所举起词说 赏一百两 为张大力举起来 不算 众人见了都笑起来 原来人家早知道 唯有他能举起的家伙 而这行字也是人家佩服自己 夸赞自己 张大力当然明白 躲到这里 你千万不要觉得 张大力好蠢啊 人家耍你啊 人家没耍你 文章作者开头就已经 就是相当于从第三方 就跟你确认了 大家真的是夸他 真的是喜欢他 赞美他 想看他 能够使这种大力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张金碧 金门一元 啾啾五福 你看那个描述嘛 是有一种赞美感 就在里面的 我们这里人都喜欢这样的 男子汉 我们的就是纯爷们 我们的审美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看你 举重嘛 他扔了石锁 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这个结尾非常好 知道吗 这个结尾非常的干净利落 你不要觉得他写的 好像有点偷懒 他就一点都不偷懒 首先第一 张大力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确实被捉弄了 对吧 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的态度是非常符合一个 纯爷们的表现的 不跟你计较 不跟你婆婆婆妈 那男人说话算数 你既然这个写到 是我没看到 我们按规矩来办事 他的那种洒脱豪放就出来了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你说老师 这个地方人会不会以后一直耍张大力啊 你放心 不会 为什么 首先第一 结合前面文章来看啊 就是第二篇的 第二篇的开头 还记得第二篇的开头吗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你 手艺人靠的是手 手艺人必须得有绝活 张大力有没有绝活 有绝活他的绝活就是 力拔山西 气概式 他是有着大力的人嘛 有着大力呢 在码头上 谋生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而且他不同于那种一般的 一般的那种搬运工 我觉得他那个力量应该是比一般的搬运工要大很多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别的人能举起那个石头 他能举起 所以他的这个实力会让什么呢 会让他在这个地方 混得还可以会变成一个奇人 有他自己的一块小天地 而他自己的小天地啊 就是我推测这个故事的设计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店叫什么来着 聚合成 这个店的名字叫聚合成 我觉得这里肯定有我的过渡解断 你们听我说 这个店的聚合成的这个老板呢 是一个很爱财的一个人 很爱财的一个人 他可能听说了张大力是一个很棒的人 对吧 然后呢 想要通过这个方法来验证一下他的实力 经过验证以后 诶 张大力通过了他的考核 而且最令他惊喜的是什么 最令他惊喜的就是 这个人他性格上的洒脱 而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力上的强悍 所以他这个石头 耍他 看起来是耍 旁边的人好像是看了个笑话 我问你啊 举起磁锁者赏银白两 这老板会不会给张大力白两 我觉得会给 但是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呢 应该是长期合作者 或者叫长期雇佣 长期雇佣关系或者长期合作关系 因为这家店铺是卖什么的 是卖食材的 卖食材的店铺 跟有着大力的搬运工的合作 是必须的 对吧 这是一个依据 还有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卖食材的店铺 它这个名字叫的怪怪的嘛 聚合成 这个名字你仔细想想 怎么听 都应该去表现这个食材的坚固坚硬 但是它为什么要叫一个聚合成 我觉得这个名字里面 你看啊 聚合成 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含义 什么意思呢 together 学过这个单词吧 把什么东西弄到一起 这个事情就成了 有具有合才有成嘛 所以呢 我爱财 我吸财 我把这个人呢 拉到这里来 他过我的考核 我给他摆两 又算什么呢 他替我武功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们together就能发财 就能闯出一片天地 所以这个故事 读起来 读完以后 就是荡气回常 有点像一个非常威行的 一个武侠小说 里面的这个人物啊 就是那种充满了那种 男性的刚性美 觉得很好 而且就是东义啊 这种人义啊 都有了 这个故事其实特别好 要是看浅一点 就是个笑话 看深一点 他其实有一种男人 跟男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情谊在里面 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篇 然后最后一篇呢 因为最后一篇有点长啊 今天时间有限 肯定就读不完 然后我们就下周来读 当然我还是说了 今天一开始就 不是这个作业的吧 这个礼拜把 熟知其人一和二 剩下的这个十几个故事 反正一共就十九个嘛 读起来很快的 你全把它看一遍 一个礼拜 看完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夹起来 我估计一共就 看一下我这一本 我手上这一本是 六万五千字 两本书加起来 一共十二三万字 不得了了 其实看得很快的 看完以后 下节课 我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每篇故事 就给大家点一下 这个故事里面 我个人的思考 以及看法是什么 就可以了 这也是读书课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你说老师 你完全不讲题目 行不行 放心 完全没有问题 你不觉得我跟你讲的 这种语言理解的层面的东西 这些技巧能力 早得已经比你学校考试 题目要高级很多了吗 这个你都看得出来 你会需要做题目 很容易的 OK